連者會暴力升息 全球會經濟衰退嗎 降息後 到底會不會崩盤呢 你們想不想要我的尿骨 我都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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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台股爆爆爆爆 我是哲哲 欸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一個話題啊 連者會一直升息一直升息 一直暴力升息 全球股市景氣會不會衰退啊 如果抑制通膨結束過後 是否會開始降息 降息後 欸 是否也會造成另外一種崩盤呢 因為通膨喔 情況實在太嚴重了 連者會從2022年開始啊 為了要抑制通膨喔 開始矛起來升息 不到兩年的時間 就將利率從0到0.25% 升息到5到5.25%的區間 所以你會看到 哇塞 升息幅度之大 升息幅度之抖啊 這快速啊 就算20幾年來的新高啊 也讓很多美國中小型銀行 吃不消 紛紛倒閉 台灣的央行也是持續升息啊 如果你手中是有防貸的 這段時間一定感同身受 可喜可賀的是 通膨數據 例如CPI以及PPI 看起來的確有逐步下滑 所以市場猜測啊 連者會這波升息啊 應該已經到頂了 但是利率這麼高 讓很多人擔心 會不會造成經濟衰退 還有很多人都說 連者會接下來如果降息 會造成股市崩盤 這是真的嗎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連者會為何會升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通膨太嚴重了 那為什麼升息可以抑制通膨呢 假如利率升高了 就會發生兩件事情 第一個 把更多錢放在銀行裡 現在越來越多人 選擇把錢放在銀行定存 因為能領到的利息變更多了 而且錢放在銀行裡面 幾乎沒有風險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這也會導致一般人 升上現金減少 進而減少消費 用來投資的錢也會變少 資金從股市當中撤出 就是升息造成股市下跌的主因 股市如果下滑或停滯不前 也會造成通膨的下滑 第二個 減少融資借貸 利息變高 不是只有你領的利息變多 你跟銀行借錢 要還給銀行的利息也會變高 所以升息會抑制人們購買 需要貸款的商品 例如房子、車子 對企業來說也一樣 他們也會減少跟銀行 農資的金額 金額去壓低通膨 基本上這次的通膨 就是因為經濟發展過了 所以才會需要快速升息 來壓低通膨 所以勢必也會壓抑經濟的發展 但是升息一定會讓經濟衰退嗎 或者會造成其他影響呢 我們可以從一些數據來幫助我們判斷 第一個原油是工業生產的必需品 也是一般人日常生活中 汽油、柴油、潤滑油的重要原料 因此原油能夠一定程度反映出經濟的現況 從這張K線圖能夠明顯看出來 原油的走勢圖 從2022年7月開始跌破季線後 價格就沒有明顯的表現 一直被壓在季線的下方 當然也可以了解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原油的需求大幅下滑 才造成價格沒辦法提高 但是原油價格疲弱 同時也代表通膨趨緩了 因為人員價格大約佔比CPI6-8%左右 第二個GDP聯真率 GDP可以說是計算經濟狀況的核心指標 再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 及發展水準有很大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美國這段生息期間的 GDP聯真率為如何 從這張聯真率的走勢圖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美國這段時間的經濟成長速度 的確變慢了 但都還維持在零軸之上 所以現在只是緩慢成長 還沒有衰退 但有人就會想問 依照這張圖的走勢 經濟任何時候開始轉為衰退 好像都不奇怪 所以我們來看看 大企業對下半年是怎麼看的 經濟會不會衰退 富國神山台積的財測 暗藏玄機 我特別去研究台積電的全聯財測內容 台積電認為2023全聯營收會衰退 1-6% 由於第二季的營收的財測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就能用這些數據來算出來 第三第四季的營收表現大概會如何 我已經幫大家算好了 如果真實發展都如台積電的財測預測一樣 那麼2023年的第二季 就會是營運的低點 因為接下來 第二季的156億美元的營收 到第三季甚至第四季 每一季成長到204.5億美元的營收 這已經告訴大家一件事 2023年的第二季 就是營運的低點 第三季之後就會開始回升 經濟情況 有可能第二季就見到股底之後 會觸底開始反彈 景氣呈現軟軸入 台股甚至全球景氣也不會大幅度的衰退 開始降息之後 股市會不會崩盤呢? 既然升息要見頂了 表示離降息的時間不遠了 照理來說降息會讓資金重返股市 應該會讓股市上漲 讓很多人擔心 那時候金融風暴 金融危機 網路泡沫 那兩次的降息好像都伴隨著崩盤 的確 2001年的科技泡沫 跟2008年的金融海嘯 跟2020年的新冠疫情 這三次的降息 股市都發生明顯的回彈 那這一次會不會不一樣呢? 當然不一樣 因為降息的理由大不相同 首先我們看看歷年降息的原因 這事件顯得很清楚 像1970年代 抑制完因樂障而起的通膨以後 抑制完怎麼辦? 要降息的 1974年是抑制完第一次石油危機 造成通膨 通膨下來了 這個時候也要降息的 1981年代也是如此 那你看到1984、1987年代 有預防景氣衰退 諸如此類這個表你可以看出來 紅色是因為通膨已經下滑了 所以這個時候不需要再升息 就要降息了 黑色是告訴你 預防景氣衰退 或者是甚至更嚴重的衰退 所以不得不降息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表格好像有點亂 看不太懂 沒關係 我來幫你們分類一下 把它分成抑制通膨成功後 所接著而來的降息 跟非抑制通膨因素造成的降息 這個時候就是景氣因素啦 所以你會發現到 喔!好明顯喔 如果抑制通膨成功過後 我要開始降息 就像這一次一樣 三個月內的漲幅 高達75% 而且平均漲幅有4% 換裝人台股應該現在是600點 如果是後12個月 就是一年後的漲幅 平均漲幅有6.3% 換裝人台股也快1000點的漲幅了 後兩年是勝率100% 有高達2成23%的一個漲幅 換裝人台股 哇!這個媽媽咪啊 3000多點以上的一個漲幅 抑制通膨成功過後的降息 股市是往非常正面的方向去前進 那如果是因為 預防景氣更衰退的 也有漲也有跌 這個就不太明顯了 勝率都平均而言只有66.67% 平均漲幅也不夠明顯 後兩年的漲幅也高達21% 可是後兩年的漲幅 2000年、2001年、2007年、2008年 後兩年的漲幅還是負的 還是下跌了不少 所以分了以後是不是清楚多了 如果你覺得還是有點亂 沒有關係 我再做出一個最簡潔有利的總表 降息原因分成因為通膨 跟不因為通膨 因為通膨達標後開始降息了 這個股市的表現 遠遠勝過非因通膨的因素 所以只要是因為抑制通膨 成功過後的降息 都沒有發生崩盤的情況 反而上漲的機率 是遠大於下跌的機率啊 那麼為什麼台灣股市前三次的降息 2020年、新冠肺炎 2008年、金融海嘯 2000年、網路泡沫 這三次的降息會造成崩盤的 因為這三次的降息的原因是 避免經濟快速衰退 所以才決定不得不降息啊 而股市崩盤的原因 則是因為經濟已經衰退 如果不降息的話 其實經濟衰退可能會更嚴重 股市可能會崩的更厲害 2008年低點可能就不會是3955點了 2000年網路泡沫的低點 就不會是3411點了 才會出現更恐怖的數字啊 但這一次 2023年 如果接下來會降息的話 就不一樣了 我從台積電的財政告訴你 今年下半年 其實經濟狀況 有望逐漸回升的 所以這次降息 屬於通膨因素 你應該看的不是2000年 不是看2008年 更不是看2020年 而是看的是1980年代 益智通膨過後的降息 股市漲幅相當驚人 今天也解釋了 為什麼升息會造成股市下跌 看看2022年的表現就知道了 也解釋了 為什麼降息股市會上漲 但前幾次卻伴隨了崩盤 重點在於 這次降息的原因 就是因為益智通膨已經告一段落了 我已經從歷史資料告訴你了 因為益智通膨的因素而降息 之後股市會漲翻天 所以不需要擔心會不會崩盤 行情可能在你遲疑要不要進場時 就會不知不覺的噴出去哦 所以今天給大家一個獨家的教學 因為畢竟大部分投資朋友 在股市經驗頂多10年15年 他沒有經歷過1980年代的 大幅度升息的一個歷程 也沒有經過1980年代 大幅度升息過後 開始降息的一個過程 造成股市的再次繁榮 所以今年2023年如果費得願意降息 你應該拍拍掌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今天的台股報報就此結束 我們下周見 掰掰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我們訂閱頻道也有十幾萬人了 喜歡我們節目要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什麼 也要記得留言哦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台股報報報 我們下周見